茫茫历史长河中,有一个古国存在了整整八百多年,它见证了东周诸侯混战的整个过程,也曾一度称雄于七雄之外,然而最终它还是毁灭在了自己的骄傲与妄为之下,这个国家就是宋国。 宋国的覆灭难道不正应了交者必败的道理吗?它也曾光鲜一时,又为何走向了绝路?历史留下的种种蛛丝马迹,似乎都在向我们诉说着一个国家兴亡的必然。我们不得不追问,宋国的覆灭难道就是它应得的报应吗? 数百年来,宋国究竟犯下了怎样的错误,才会给自己招来最终的灭顶之灾。齐国君的傲慢与妄为,又带来了多少惨痛的教训。 一、周天子殒命。群雄歌剧《宋国臣服多时》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,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到洛邑,建立了东周王朝。周天子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。原本统治天下的王室沦为傀儡。 诸侯国趁机独立自主,进入了一个长达五百余年的战国混战时期。在这个动荡多变的年代,周王室的领地被分割成八百多个诸侯国。 宋国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今天的河南地区,拥有肥沃的土地。作为殷商的一族后裔,宋国国君们骨子里流淌着滋傲的血液。 他们渴望重现殷商的荣光,统一分裂的天下。然而客观条件与宋国的野心相距甚远。周氏衰微后,诸侯国你争我夺,互不相让。 宋国在这种混战中沉浮了几百年,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。 这位宋国未来的强盛打下了基础,让他成为日后除七雄之外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。 可惜好景不长,到了战国中期,宋国还是未能抵挡住强敌的围攻,走向了最终的轮亡。 然而沧海桑田,宋国兴衰的历程中,却隐藏着怎样的惊心动魄,这需要我们细细探寻。 二,宋湘公称霸一时,后遭楚国囚禁羞辱公元前705年,宋湘公即位。 此时的宋国实力尚弱,湘公决心改变这一切。 他联合齐国,先后灭了陈国和蔡国。 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 然而好景不长,齐国发生内乱,宋湘公选择倒戈。 背叛了盟友齐国,这给两国关系带来了裂痕。 更要命的是,此时的宋湘公还得罪了强大的楚国。 一次,诸侯聚会盟会。 宋湘公和楚城王争论礼以上的级别问题互不相让。 楚城王大怒,直接派人将宋湘公囚禁。 这无疑是奇耻大辱,一个君主被俘虏。 所有诸侯都对此避而不谈。 楚城王最终不得不释放宋湘公,但两国的嫌信已成。 宋湘公回国后气愤难平,多次向楚国挑衅。 一次大战中,宋军不敌,湘公还负伤。 一年后他就去世了。 可见,宋湘公善变且冲动,这使他再难称霸中原。 更重要的是,宋国的实力与野心根本不匹配。 擅自招惹强敌,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。 宋国先是背叛盟友,后又得罪强楚。 这为日后宋国的覆灭埋下了隐患。 三,宋文公时期,宋楚关系持续恶化。 两国劫下怨恨宋湘公去世后,其子宋文公继位。 此时的宋国已陷入外交困境。 与楚国敌对,又失去了齐国的支持。 文公继位后,仍与楚国针锋相对。 一次,他突然抓捕楚国的使节。 两国关系降到了兵点。 而与楚国对抗,宋国的实力又远远不够。 这让宋国在文公时期屡屡受到楚国的打击报复。 文公晚年,终于不堪楚国的压力,被迫与楚国讲和。 然而多年的怨恨已成敌对的根基未除。 这为日后宋国的覆灭埋下了隐患。 宋文公一招可为宋楚关系持续恶化。 两国结下怨恨。 四,宋康公称王阔帝。 使国力达到鼎盛后四处挑衅公元前632年。 宋康公杀兄夺嫂登上王位,开始了强力的改革。 他整持励志,练兵强马。 使宋国国力在十余年间迅速增强。 他又先后吞并曹国、藤国等小国。 使宋国成为七雄之外的第八强国,然而好景不长。 康公终究还是残暴且骄横,不遵循礼法。 他在委期间穷兵独武,四处挑衅邻国。 短短几年间,康公先后攻占齐国武成。 占领楚国淮南之地,还吞并魏国两线。 扩大了宋国的版图,可见,康公刚愎自用,遭人憎恶。 他先是犯下弑君夺位的罪名,后又四处扩张,招来邻国的愤怒。 此时的宋国势如破竹,却已在暗处埋下覆灭的种子。 康公的狂妄与挑衅,必将给宋国带来灭顶之灾。 五,宋国最终为三国所灭。 历史积院报应无息,公元前286年。 在苏秦的挑拨下,齐楚为三国联手攻打宋国。 此时的宋国已是强弩之末,忠难之称。 最后,宋国被三国瓜分,至此衰亡。 数百年的宋国,就此从历史长河中消失。 宋国的覆灭,与康公的狂妄自大,有很大的关系。 但更重要的是,历史上的种种积怨报应。 宋国先背叛盟友齐国,后又屡次得罪楚国。 而魏国也曾遭齐吞并侵略。 三国联手消灭宋国,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。 纵观宋国的历史。 兴衰起迁,种种积怨导致其最终覆灭。 这也给后人带来深刻的教训小国存续要懂政治。 切记狂妄自大,更要处事之进退,方能赢得和平。 宋国的覆灭仅是我们。 要审时夺势,树立和睦宽厚的胸怀。 这才是立国之道。 六,韶华义士。 江山南固,宋国兴亡仅是后人历史的长河中。 许多古国的兴衰臣服都给我们带来无尽感慨。 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 宋国也终究走过了这样的人生。 八百多年的历史长河,宋国也留下了他独特的印记。 他的覆灭仅是我们,小国要明哲保身。 多点包容心态,才能赢得长治久安之道。 今天,当我们追溯那些已成江山故事的谷国。 也不禁要深思,如何守住我们的江山呢? 国泰民安终究需要多少宽厚与睿智啊? 让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。 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。 关注我。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。